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教会你什么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天有一个酒店呈办了一场喜宴 十几桌的宴席为了不出纰漏 酒店经理每隔几分钟巡视一次 以便及时处理意外 幸好当天没出现大的纰漏 直到客人陆续离开 经理才慢慢放下心来 这时他看到一位衣着破旧的老人走进来 老人低着头走到角落的餐桌前 然后从衣兜里拿出几个塑料袋 偷偷打包桌上的剩菜 许事人太多 并无太多人注意到老人 唯独与经理同行的服务生 看到这一幕 服务生想过去驱赶老人离开 但是经理阻止了他 并示意他不要去打扰老人 装作没看见 老人离开后 服务生不解 问经理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阻止他 经理说 按规定我们可以让他马上离开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是家里窘迫 谁会拉下面子来这里偷偷拿剩菜呢 你现在过去会让他很难堪的 服务生天后恍然大悟 其实这不是爱心 而是经理的经历让他懂得 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何必去责怪呢 老子曾说 大道之行不责于人 处于劣势时不责怪他人是容易做到的 占尽优势时不轻易指责 不多多逼人 才是伸到骨子里的善良 纷扰世界 风雨人生 哪有事事如意的 每个人肩上都有不同的压力 无法言说的委屈与压抑 每天都在竭尽全力 让自己家人生活得更好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你不易 我不易 谁都不容易 人生不易 谁都会遇到难以度过的关口 谁都会碰到牙齿打碎 往肚子里咽的经历 学会理解 体恤和卑靡 学会善待他人 二 伤害你的人 其实是来度你的 星云大师曾讲过自己的故事 当时年幼的星云被扬州入门的师父 交给南京的一个大师父 入门的师父告诉他 那才是他学佛最好的地方 说完 把他交给那位南京的大师父 便转身离开了 师父刚走 大师父就问星云 为什么来这里 星云回答 我师父叫我来的 大师父怒道 一个学佛之人竟没有自己的归心 师父叫你来 你就来吗 说着就用藤条鞭打他 接着师父又问 为什么来这里 星云改口说 是我自己想来的 谁知大师父听后更生气了 出家人怎么能说谎 接着再问 为什么来这里 星云吸取前面的错误教训 回复说 师父叫我来的 我自己也想学习 所以就来了 大师父说完 又用藤条使劲抽打星云 小小年纪竟如此滑头 夜里 星云埋怨入门师父 送他来这个地狱般的地方 忍不住大哭 这时大师父进来了 星云吓得直跪地 但大师父没有责打他 而是耐心地给星云疗伤 他边擦药边说 你回答的都没错 只是我要教你懂得逆境 人只有接受逆境 才能克服命运带给你的痛苦 星云这才明白过来 从此发愤学习佛法 有句话说 有时候 生命中那些 看似伤害你的人 他们的出现 其实是来成全你的 他们让你明白 怎样坚强 怎样强大 苍蝇也要经过历练 才能离开枝头 翱翔天空 人生只有经过电闪雷鸣 才能愈加油猛 三 真心那个对你好的人 毕竟水也不欠水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 全心全意待你 没有谁有义务对你好 对你好的人 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你要好好珍惜 毕竟人活一世 谁也不欠水的 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大学时 他有一个比较投缘的朋友 他对这个人很好 这位朋友家庭条件不太好 所以他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分享给这个朋友 衣服会跟他一起穿 新的电子用品 也会跟他一起玩 有一次 他刚买到一款最新的手机 就被这位朋友借走了 可是 等还回来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案件 已经摇摇欲坠 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 他反思了一下自己 是不是对这位朋友太好了 他渐渐收回了自己的好意 而这位朋友更是奇葩 当他不再什么都跟他分享之后 他居然来质问他怎么了 后来又跑到同学群里 散布他的幻化 不要责怪生命中的每个人 特别是那个对你好的人 这世上除了父母 没有谁有义务对谁好 遇见对你好的人 要珍惜 要感恩 愿意帮你的人 不是欠你什么 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没什么理所当然的 爱情也好 友情也好 如果珍惜对你好的人 你要明白 这个世上谁都不傻 谁都不欠谁的 珍惜那个对你重情重义的人 别把这样的人弄丢了 不要等到尝尽人间百态 才懂得世间真情可贵 生命来来往往 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有些人真心待你 有些人假意氛围 有的人对你好 有些人对你严苛 对你好的人要好好珍惜 对你不好的人更不必在意 他们终会远去 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 无论何时 永远不要责怪你生命中 遇到的任何人 学会感恩 学会更开阔的视角看问题 对的人给你带来幸福快乐 请倍加感恩 错的人给你带来精力教训 也不用责怪 只要你不在意 没有人可以伤得了你 千万不要因为生命中的某些人 让自己丢掉了快乐的能力 善良的品质 感恩的心地 人与人相遇一场 何其有幸 且行且珍惜 人活一世 到头来都会一无所有 因此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上天的馈赠 怎么过生命中的一天 埋怨则怪 还是放心淡然 决定权在你 站在生命最高的维度 去看待你遇见的任何人 任何事 你会发现 没什么可迁怒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感谢观看